何老师呢 陪着他的小保姆 去参加什么 时装大赛 保姆 就是打你的米粒啊 他不就是你们办公室 一个小小的秘书吗 怎么成保姆了 你千万别这么说 人家来头可大呢 白天呢 跟着何老师一起来上班 做办公室闻蜜 晚上呢 又跟着何老师一起回家 做小保姆 看着 又闹着参加什么比赛 非要何老师给他当模特 你说何老师得有多喜欢他 才会陪他做这无聊的事 这就代表何开心喜欢他吗 那不然呢 你愿意给他做模特吗 看不出来啊 你可真大度 我是他的未婚妻 我不大度谁大度呀 你看呢 菲菲姐 妈妈 妨蕉 妈妈 妈妈 你谁啊 你是何开心的未婚妻 那我是谁 我还想问你呢 你谁啊 我是她前女友啊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我知道我以前背叛过她 可是我 我有想过 要弥补她 我要弥补她 你知道吗 你先放开啊 我知道你很难受 我们下车谈好不好 你别难过了 我不管 我 我 我求你 我求你一定要离开她好吗 再给我一次爱她的机会 好好好 我有什么做错的地方 你尽管提 我都改好不好 我离开她 我们先下车好不好 下车 我一会儿就下来啊 我一会儿就下来啊 你敢骗我 四合开心 给你打了这么多电话 都不知道回我一个 妈 吓死我了 来来来 喝点果汁 这孩子一惊一乍的这一天 中邪了 你又在家 早点休息啊 我 我 我知道 什么情况 好 我 好 我 伯母 让你久等了 真不好意思 瞧你说的 都快成一家人了 还跟我这么客气 我想帮开心 买几件衣服 又不知道她喜欢什么 都说只子莫如母 所以我想让您 帮我参考一下 你算是找对人了 没想到我们娜娜 还是一个会心疼人的 好姑娘 也不知道开心她 会不会喜欢 你放心吧 我帮你挑的这些呀 都是她喜欢的牌子 和款式 真的 那我现在就给她送过去 真想看到她 惊喜的样子 看把你急的 走吧 谁呀 谁干的 快出来 出来 这是谁干的呢 我也不知道 你玩够了没有 我还有工作好不好 你赶紧出去吧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喂 喂 喂吗 什么 让人给威胁了 行行行 我马上过来 行 好了 你妈又犯病了 我 对啊 我 我 我马上回来 妈妈有病挺辛苦的 辛苦 别害怕 别害怕 别害怕啊 来 喝杯水 压压精 给您放这儿了 你说 这回是谁干的呢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现在想起来都恐怕 伯母 没事 没事 你也别怕 妈 开心 你回来了 不是 怎么了 谁威胁你啊 你看看 看看 那你知道谁干的吗 我还想问你呢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在外面招惹 不该招惹的女人了 我 我没有 那为什么会有人 要娜娜离开你啊 我怎么知道 这 说不定 弄错车了吧 也有可能啊 对啊 娜娜 那 也许咱们虚惊一场呢 有人认坐车了 别怕 别怕啊 儿子 娜娜受了惊吓 您送她回去吧 那你现在走不走 我待会儿还有事呢 你现在走 我现在送你 那伯母 我先走了 来 慢走啊 妈 那我走了 我知道是谁威胁我 谁啊 你前女友 我前女友 她掐着我的脖子 威胁我让我离开你 那为了你的安全 我们以后尽量少见面 你不准备送我回去吗 我送你进去干什么 拜拜 你这些人 我不不过 看几乎 你不 modifi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